北京时间7日上午的自由式滑雪赛场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 中国滑雪选手谷爱玲排名第五 闯进决赛成为第一人 谷爱玲之前 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 不仅没有运动员参赛 也没有运动员参加冬奥会和市井赛 按照规则 每个选手资格赛中跳三次 去成绩最好的两次 排名前12的进入决赛 最终谷爱玲凭借第一跳的89分 和第三跳的72.25分 以总分161.25分成功晋级8日进行的决赛 7日上午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首轮滑行中 谷爱玲顺利完成技术动作平稳落地 以89分完成了中国运动员 在冬奥会大跳台赛场上的第一跳 赛后 谷爱玲还比出可爱表情与观众互动 现场爆发出一阵尖叫声 第一跳获得89分的谷爱玲 在第二跳落地时出现失误 场内很快响起加油谷爱玲的呐喊助威声 不过每个选手资格赛中跳三次 取最终成绩最好的两次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第三轮 谷爱玲拿到72.25分 最终晋级决赛 随着谷爱玲航空出世 中国队在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具备了竞争力 客观来说 谷爱玲的主项是泼面障碍技巧 但这个项目与大跳台关联 技术特点很相似 加入中国国籍之后 谷爱玲开始扩大项目领域 增加了大跳台和U型场地 这才有了历史瞬间 北京冬奥会 谷爱玲除了大跳台 还将参加U型场地和泼面障碍技巧 有机会在三个项目中冲击奖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